首先我们注意到 这一次所谓的台美经济的对话 它里面看到的是 美方的主谈官员 根本就不是来自于 美国贸易代表总署 换言之 台湾方面不断的大肆炒作 说台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合作关系 可以更上一层楼 但是如果没有贸易代表总署的 官员参与的话呢 所有这一些谈话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在美国方面呢 我们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就是在做一场政治秀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必须讲 这一次的这个对话的内容呢 签订了一个 看起来好像很华丽 可是内容非常虚弱 甚至于空洞的一个备忘录 它里面提到了 几个重要的合作项目 我们必须讲 这里面美国大概最在意的 就是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因为呢 台湾的台积电 的确在全世界 是值半导体生产的牛耳 而如果他们能够透过 这一个所谓的战略合作 把台积电的厂生产线 或者是技术 都能够引去美国的话呢 那么美国将会是 在这所谓的台美经济合作里面 真正最大的赢家 那么这么一来 就意味着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会被美国掏空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这个发展前景 当然相当的忧心 另外我们也必须说 台湾的产业 如果说自以为是 认为说在其他几个 譬如说医疗生技 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网路的领域 你认为你可以跟美国合作 其实就以5G的干净网路来讲 这一个所谓的合作项目 它无非就是要切断台湾的网路事业 与中国大陆 特别是华为的任何的这种连接 在5G的领域 亦附如此 那么如果这样讲 等于是台湾要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去跟美国所指定的5G的产业 那么去合作 其实美国自己的5G产业 是很落后的 所以一定是被美国 转包给其他的国家的产业去 那么这么一来 这意味着说台湾就是要去 负担更高昂的成本 此外我们看 像生技医疗的领域 像健康的这个领域 其实台湾是远远不可能 跟美国相提并论的 那么如果说要合作的结果 必定是台湾要大幅的依赖美国 甚至于说不上是能够有 对等合作的可能空间 那么这么一来 台湾的这一些产业 逐渐就会被弱化掉 所以总的来讲 这一次的这个所谓台美之间的 这种经济上的对话 看起来好像对台湾很有善 看起来民进党 可以拿来做内宣之用 强调美国跟台湾的友好关系 但是在实质上 我们必须说 民进党充其量赢了一点点的面子 但是可是狠狠地输掉了理智 但是 您的阶段都是